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套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itty这个区的新房子 这套房子我们看的是要满间,但是它有现房 它的现房价位差不多就在33万左右至35、36万左右不等 为什么有几万块钱的差距呢? 就是因为有的房子的占地或者是在小区位置比较好 有的房子的升级比较好,所以它的价格是有区别的 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房子吧 如果你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或者是对休斯顿其他投资的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我们现在看房子咯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新房子 这个房子的朝向是,我指的这个方向是东连 所以这个房子呢一打开门特别亮堂 整个的配色也是感觉比较亮堂的 这是一套新房子 一打开门就是这样的感觉 一个大的高条 然后这样的楼梯 这个房子还是有样板间的 样板间一摆上家具之后 感觉肯定是跟空房子又更不一样 都是一个地板浅色调的 然后转过来呢 就是它的厨房 厨房的花纹比较漂亮 所以这种的厨房厨过是升级过的 所有的电器除了冰箱洗机烘干机都是配好的 这个房子没有完全完成 所以没有配好 但其实是配好的 这个房子有特别大的一个台面 这个房子有特别大的一个台面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空地会是放冰箱的地方 建商有的时候会送冰箱 价格可以的情况下 往这边走呢 就看到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没有窗户 所以是个按间 然后洗衣房的旁边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就半个洗手间 这个再往这边走就是一个车库 这个房子也是一个双车库的 我们从朝阳的位置往里看 因为有的时候我背光 你就会感觉房间按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整体感觉很open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一个主卧 整个再往里边走 就是他的洗手间 淋浴间 还有浴缸 这个旁边是一个马桶间 好 现在我们去房子的二楼看一下 整体来讲 这套房子的二楼是非常漂亮的 不能说是漂亮 非常实用的 因为这个房子的二楼的房间特别的大 并且这个房子二楼的布局很规整 我们上楼之后 您再看这个房子一进门的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觉得很亮堂 就是因为它的窗户很多 所以你才会觉得很亮堂 好了 一上来之后 先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game room 玩个弹球啊 或者是看个电视当个会客厅 然后呢 再往里走 就有四个卧室 非常规整 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 三个卧室 然后这个四个卧室 我们先来右手边第一个卧室看 整个卧室都很大 就这样 一个很大的客屋 这个客屋这边呢 是有一个门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来洗手间了 都没有开灯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客卧的这些房间 都带了窗户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呢 这个门就可以直接进另外一个客卧 这个客卧也很大 从这个门出来 你看刚才我就是站在这个位置 现在我从这个门出来了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卧室 每一个客卧都可以放一张king的床 非常大 很大的客卧 然后这边呢 还是一个洗手间 跟刚才那边是一样的 双淋浴 不是双那个水池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淋浴间 马桶间 然后上面开着窗户 所以这个房间我也没有开灯 然后从这个门过来之后呢 又是另外一个卧室 你看每个卧室的配置 都很大 好 从这个卧室出来 往这边一走 就到了刚进门的位置 我们现在去他的院子看看 遭温 maybe 就差不多会八千多尺的卧室 但是他还是要具体来查一下 因为这个房子卧室卧室挺大的 你看 这么大个院子 规规矩矩的 那这个房子售价是 32万6999美金 而且呢 这个房子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也是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您站在院子这边看 您看 这个房子是一个矮的一层 所以这个房子 没有窗户可以看得到 我们所在的这个房子 然后它旁边 这个也是一个一层 也看不到它 然后在后面 这个位置都是院子的位置 也看不到它 所以这个房子后院的私密性非常好 这也是一个老美都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 私密性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拍的这个房子了 这一套房子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套空房子的样板间 它们的方位有点不同 一进门楼梯是右手边的 刚才那套楼梯是左手边的 你看 样板间它摆得就很漂亮了 各种软装的布置一起来 整个房子就真的是不一样了 但是这个色调也不太一样 样板间的色调是稍微有点暖色调 然后我们拍的那个线房是冷色调的 所以这个有点差别 然后往里走 很宽敞的一个大客厅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特别宽敞的一个大厨房 你看一摆上东西就感觉 好不一样 一摆上东西就感觉很不一样 大家出发 双烤箱 微波炉抽烟机 微波炉就是抽烟机 然后炉灶 还有上面的烟道 就是新房子也都是这样的配置 所以您不太用说 担心新房子 刚才我们没有看到它装好的电器 担心电器不好 完全不会的 这个样板间的院子小 不如那个新房子大 所以我就不拍了 那色调调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往里走 就是主卧 主卧一打扮上 一放上家具就感觉 特别不一样 更显得房子大了 然后呢 再往里走 浴室的构造也都是一样的 包括 衣帽间 再包括马桶间 好 还有一个地方没看 就是车库的地方 从哪进车库呢 从这边 这个门就是进车库的门 然后就看到一个 这边呢 就是一个洗衣房 好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 这就是在二楼看一楼的感觉 一上来 这有一个很大的 game room 刚才我们看的线房 是没有mini room 因为刚才我们的线房是五个卧室 而这个房子是四个卧室 但是加了一个放映厅 刚才我们看的这个 就是把放映厅改成了第五个卧室 加了窗户 所以感觉就有点不一样了 然后呢 从这边来看 也是 这上面是四个卧室 这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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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卧室摆上家具就会觉得它很大 因为这个家 这个床是queen的床 那就觉得卧室好大 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个旁边呢 洗手间 这个旁边就是民意间 民意间有窗户 雨室 然后呢 再往这边走 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卧室 床也是一个queen的床 你看 很大 这个卧室 这么大一个 都跟主卧感觉差不多了 然后出来对面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卧室 这几个卧室是真的舒服 那几个客户 面积是特别舒服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一个 洗手间 离意间 马桶间 带着窗户 然后 这边 就是这样的一个 洗手台 然后这个门呢 开开这个门的作用 就是让在上面打台球 娱乐的人 可以不用进卧室 就能去厕所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本间 看样本间的 打布置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跟您看的这个线房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但是这个建商的样本间 和它的线房的差异并不大 用的同样的电器 用同样的大理石 然后用同样的楼梯把手 地毯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色系不一样 所以相信您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只要好好打扮 也会出了很漂亮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啦 如果您对修顿地产感兴趣 或者对我介绍的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这个小区离亚洲城 也就是Asian Town 非常近 它只有十几分钟的样子 因为Asian Town就在Kitty 然后它离这个比较大的一个more 叫Kitty Millmore 也非常近 十六分钟 然后它离这个Kitty的一个浩曼医院 也就是非常出名的 姚明和刘翔都会治病的来的这个医院 十五分钟 所以这个位置还是很方便的 好啦 如果您对修顿地产感兴趣 或者您想看某一种样子的房子 请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量看到大家的留言 去拍一些 大家更喜欢看的价位区间的房子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